所以这一个 Electrochemical Series 或者是叫做 Ciri 科布巴亚案 Electroperi 考试 OK Paper2 有时候会给 但是最好背 好像Priority Table 你Paper1没有的背 所以最好 就是你背左边这边 因为我教过你怎么样从左边去右边 其实无非就是 从Atom变Ion 或者是Ion被Atom了的 所以你只是要了解 哪一些Atom 它的Ion长什么样子 就好像我看到ZN 我就要想到是ZN2加 你收了这个东西过后 你就懂Electron要填哪里了 无非就是Atom被Ion Ion被Atom了 For这一边 For这个Electrochemical Series 可以这一个的背的方法 上网有很多 也有英文版本的 也有买英文版本的 It's up to you 你可以去上网找 我之前背的是英文版本的 如果你去找 Electrochemical Series 做过是这样的 对啊 那我改一改 OK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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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图画吗 这是马尔文版本的 我觉得马尔文版本的还蛮难记的 Zoom不大 这是马尔文版本的 我们有分positive ion和negative ion 有分左右两个 英文的可能会比较 快懂一点 英文版本 他这里没有 总之你上网找了 我们先记positive ion negative ion我们过后也要记得 这是马尔文版本 如果英文版本的话 我以前啊 我是这样记得 可以听 那你啊 天 没 阿鲁米 这边 Zibra Fly 就是这边是一句咯 然后这一边咯 SN的话咯 我是被 Superman Ped Ped Copper Housed 其实Housed CopperHoused 贴在一起的 然后 其实这边有一个的 有一个AU 就是 进 At Australia 这是我以前 我被英文了 我觉得每一个字都 很容易理解 很容易 看得明白嘛 但是马尔文的话好像有点难 OK 要记什么是Zakka 什么是Flytra 记错 英文的可能 比较容易 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每一个 前面的前面的字母都代表这项对应的symbol Can C a m mg a u al Z zing and so on OK 就是英文版本 可以好好来啊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很重要 OK那么现在这个我就擦掉了 OK,大概是这样 OK,这个就是我们的Electrochemical Series OK,然后我们看下面 多滑不到 回来 OK,我们现在看 看哪一个 OK,看这个 这个这个吗 OK,这个东西哦 其实之前我有特别mention 为什么他会有reaction呢 我们在 4的时候也是有讲过的 就是当Zinc加COP2 sulfate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会有reaction OK,随便讲一下 OK,本来 看左边这个equation 我们看equation就好了 OK,我们这个Zinc COP2跟Sulfate 首先,只有Sulfate是Aion罢了 只有它是Aion 其他的全部是Kion来的 Kion Kion 我们有Zinc 我们有Cu OK,这个时候 这个Cu跟Aion 它们是一对 对吧 Cu跟SO4 是一对 然后这个Zinc 能不能够代替Cu 就要看它们reactive 还是不reactive OK,我们不要讲reactive 我们叫做electropositive 我们要compare一下谁比较electropositive 谁就比较高段位 OK,这么想 OK,我们在electrochemical series里面 OK,我们在electrochemical series里面 这一边啊 越上面的 代表 more electro positive OK, the big electropositive Smartin electropositive 已经set好了 所以越上面都会越高 它就可以代替跳下面 它可以把下面这些低段位的partner抢过来 就这么想 所以我们刚刚有一个Zinc 还有一个couple 所以Zinc的段位比较高 所以 Zinc它会去抢cu的couple过来 把它的那个SO4啊 抢过来 因为它的段位比较高 你可以这样想 所以你可以看到SO4 它干燃跑去跟Zinc react 变成Zinc sulfate 最后couple呢 就自己 一个atom在那边 放回atom 然后它也是一个redox reaction来的 因为你可以看得到 它们的那个nomboboxida 对吗 这东西我就不多讲 等我们留在练习的时候 我们再 再extra讲多一论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讲这一个 这个 Displacement of halogen from its halogen solutions 首先 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看啊 halogen的排法 刚刚是全部是kion 对不对 现在我们看的是 8 ion的其中一个part 就是halogen part 我们focus在cu br 还有i 就ok了 其实我们已经大概大概懂了 因为我们知道halogen 如果 如果你从 滚布兰上面 慢慢下来的话 它的那个 可reactive fund reactivity 会减少 如果你有影响的话 你看回去 form4的 第4课 ok 你可以refer回form4 第4课 你看回halogen那边 所以 当你门入你 滚布兰的时候 或者going down the group的时候 你的reactivity 减少 相反的 从下面上来 reactivity 增加 所以你可以看啊 我们 我们这一个是从下面下来 下面上来 Iodine 慢慢上去 我们的 滚布兰慢慢上去 所以它的reactivity增加 换句话来讲啊 其实就是看他们的electron negativity 这个不是看electropositivity啊 因为halogen 它是想要成为 Iodine 它是想要成为 是要成为有碱的东西的 不是夹 想要成为夹 叫electropositifant 想要成为碱的东西 叫electron negative 或者是electron negativity electron negativity是告诉你 到底它吸引electron的能力强不强 越上面的话 吸引越强 是因为它越小力 它的那一个 外面的那一个electron shell 就是比如说cl 它比较靠近一点 它外面的electron 比起I啊 I的话很大力 所以它的electron很难吸过来 因为太远了 没有吗 吸引力没有那么强 所以halogen 它是越小力越reactive的 that's why fluorine 它是最上面嘛 在宫布兰土区plus里面 它是最高的 所以它的reactivity 是最好的 electron negativity 也是最好的 所以从下面上去的话 我们的electron negativity 会增加 过后相反的 它的electron positivity 会减少了 如果上去 从上面下来就是增加 这个很common sense 如果你从下面上去 因为越想要收electron 意味着从上面下来 越不想 应该讲什么呢 越想要丢electron 对吧 从上面下来的话 你可以这样理解吧 下面上去想收 上面下来 想丢 所以上面下来 它就想到electro electro positivity 就增加 很正常了 这个concept ok so 如果你based on这里罢了 我们可以发现到 因为cl2 它是最最最最最最想要收的 收electron的一定是进行 本阿拉密 这个reduction 对吧 从这里到这里 肯定是本乌鲁难来的 ok 本乌鲁难 如果它是本乌鲁难的话 那么它就是agent本oxidant 所以它是一个很强的agent本oxidant chlorine is the strongest oxidizing agent 相反的 另外一边呢 Iodite 它是最想要丢electron出来的 compare to clockcl- 我们要有个对比 cl要i-是最想要丢的 所以 Iodite ions 它就会是属于strongest reducing agent ok 它是这个agent本乌鲁难80块 ok common sense 还好 ok 那么 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 它的主要是看着一个 a more reactive halogen will displace the less reactive halogen from its helix ion 这一句跟刚刚我讲的那个Helix ion的一样的道理 到越高 我们就可以代替掉它 举个例子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两个东西啊 为什么它不会有reaction 我们看 cl 它是有能力成为agent ion的 br 它是有能力 它是agent ion的 k 是k ion ok 所以现在到底是谁在抢谁呢 其实是agent ion 两个人 两个atom在抢k 刚刚是两个k ion在抢一个agent ion 现在是两个a ion抢一个k ion 所以这个a ion能不能成功把br抢掉 能不能把k抢过来呢 就要看cl的那个 它的reactivity咯 对吧 它的electro negative halogen 所以根据这里我们知道cl它是最强的 所以它可以把k抢过来变成kcl 然后最后br呢 就会自己变成 普通的molecule咯 没有br atom的 因为所有的halogen 都是至少有两粒的 molecule啦 好像你讲oxygen gas咯 我们就讲O2的 我们没有讲O的 Cl也是一样 bromine也是一样 所有的gumpline2 blast 都是diatomic atom 所以你不要写什么br罢了 它不stable ok那么 我们再看Cl两个都可以比较 ok我们看一些比较special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br跟i的对决 对吧 这两个b 现在这个i它有它的partner 这个partner会不会被这个 会不会被这个br抢掉 我们就要看它的段位了 就要看这个br跟i 谁的段位比较高 你去看O 帮到太多圈 很乱 br跟i br比较高哦 所以它把它抢过来 把br抢过来 sorry 讲错了 对把k抢过来 不是抢br 因为br跟i在对决 它们在互相抢k 所以它把k抢过来 变成kbr 然后剩下的这个i呢 就孤独的自己变成monicule就算了 i2 但是这一个呢 br跟kcl 我们就对比 br跟cl就好了 cl是最高的嘛 如果你还记得 你看到左边这个cl它是最高的嘛 所以抢不过 br都会太低哦 它抢不过k 它抢不过cl 那cl它太 都会高了 所以它把k 抢不到 它就remave as that 就no reaction了 没有 the other 本物保汗 或者the other dita balance 就这样 这一个是 act ion之间的对决 它也叫做 Bernier-Saran来的 Dita balance Bernier-Saran 只是这个Bernier-Saran 但是关于halogen OK 我们叫做displacement of halogen 就是抢halogen的 如果刚刚 像刚刚那一个的话呢 那个叫做displacement of metal 它们是在代替 metal displacement of metal Dita Bernier-Saran Bernier-Saran logam 因为他们在抢CA 抢那个logam 对 是logam之间的对决 你怎么想 OK 那么我们来看这一个 OK 这里呢 我们 这整个table都要记 OK 这整个table都要记 为什么 给你听啊 呃 我们要怎样证明 呃 这个是chlorine 这个是bromine 这个是iodine 最直接的方式 肯定是看颜色 对不对 chlorine Cl2 它的颜色 是pure yellow kunipuchat 就是淡淡的黄色 几乎没有颜色 或者是没有颜色 而bromine 它是褐色的 Iodine也是褐色的 两个都是pure OK 如果啦 你看到一个东西 它是褐色 你就会很纠结 在那边讲 哦这个 这个是bromine 还是iodine 对不对 两个都给你褐色哦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test 去test它 到底是chlorine bromine 还是iodine 我们在 呃 我想一下啊 我们在 我们在 form4第6课的时候咧 没有读到 关于这个halogen要怎么test 因为这些halogen 它都是可以当作acid来看 所以呃 你不能讲用 呃那个 Limus paper去test它 因为Limus paper Limus paper 跟他们react 他们都会从 呃 想一下啦 蓝色变红色 因为他们都是酸性的 所以我们就会用其他特别的test 来去test它们这三个东西 就是我们加1-1-1-trichloro-etan 这个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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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为什么啊 因为有三个H换成了CL,CL,CL 为什么叫1,1,1 因为它们都贴在同一个C上面 这个C上面有CL,CL,CL 所以叫做1,1,1 如果你有其中一个CL在第二个C这边 我们就叫1,1,2 它的名字是这样子 过后你会懂啦,你不用管它 这个是它的structure pattern 1,1,1,trichloral,etane trichloral代表它有三个C 如果你把那个Halogen 放进去这个1,1,1,trichloral,etane的话 它的颜色 for三个不同的Halogen都有不一样的 比如说 for chlorine as usual都是pill yellow pill yellow的一层东西 一个蜡蜡蜡 它是蜡蜡蜡来的 我看这边没有写啊 这里这里这里 你看啊 第六句这边 我先讲颜色先啊 pill yellow bromine的话呢 它就会form brown color 但是for iodine的话呢 它会form curve color 它是可以分成三种不同颜色 就意味着你可以分 三种不一样的Halogen 不像左边这样两个两个都brown 如果你很乱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第六句啊 它的东西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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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hadiran Halogen disahkan menggunakan pelarut organic satu-satu-satu trichloric etanah and the presence of Halogen is confirmed using 111 trichloric etan 如果你的这一个 Equal Solutions Halogen is mixed with 111 trichloric etan 如果你把你的Halogen 加这个111 trichloric etanah的话 你会有两层东西 两个拉比上啊 就是讲它会 上下分两层 一层这个 另一层在下面 然后它讲 111 trichloric etanah 它是比较密度比较高的 所以它是层在下面的 下面这一边呢 就是111 trichloric etanah 而上面这一层呢 就是看它什么颜色咯 这一个呢 是Gurang Tumpad的 它的Density less dense一点点的 比如说 如果你拿 Chlorine 加111 trichloric etanah 你是不是会有呈现一个 Gurang Pujat 就是Pail Yellow 其实讲的就是 下面呢 是111 trichloric etanah 而上面呢 会呈现给你看到的 是淡黄色的 如果你是Iodine 上面这一层呢 就会是紫色的 下面这一个就是你加多了的 111 trichloric etanah 它会存在D 这个是Access的 下面 那么 我们跳一下 我们来看 也记住啊 它们Test的东西 是Cl2 Br2 还有I2 不是Cl- Br- 还有I- 就是讲 你不要觉得 我Test Chlorine 我就可以用 111 trichloric etanah Chloride不可以 Ion Chlorida 因为它是Ion 跟Molecule是不一样的东西来的 OK 所以 它是不包括这三种东西啊 不能Test的 OK 所以我们来 我们看一看一个简单的实验 就可以了啊 OK 首先它拿Cl- 加Protessal Iodide 我们去看回这一边 OK Cl- 加Protessal Iodide 首先 它会有Reaction的原因 是因为Cl比I 还要Lubbic 和Electro- and moreElectro- Compare to I 所以Cl 它可以把K抢过来 变成KCl 还有Iodine 你要怎么证明 这个东西是Iodine 你要怎样证明 我最后真的是Iodine来的 而不是我瞎说的 对吗 因为本来是I减嘛 现在我要证明 里面是Iodine 不是Cl- Cl- 已经React掉了 把K抢过来了 变成死要件 OK 所以你要Test I2的话 我就放过 ONE-133- 如果你放进去 你会看到 会有 The solutions change color from brown to purple when 111- Tricl YOUT 是 d Ai pen 1- Lalu- Ai pen 它把它的 brown 把它的红固 Dumbagan OK为什么它讲 brown to purple 因为 starting 它会从没有颜色变 brown 先 OK一开始 CHLORINE几乎没有颜色 对不对刚刚讲淡黄色 或者是没有颜色 depends on 你的concentration 如果你一开始这个没有颜色 这个也没有颜色 那么两个都没有颜色 react出来过后 有颜色的东西 是I2 这个东西是brown color的 是brown的 所以它会从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 colorless 变成brown 原因是它的Iodine form出来了 但是你要证明Iodine有在 我就要放1munch的Cloritana 如果你加了进去 它会从brown变purple 因为Iodine本身是brown color 但是你加了1munch它就turns to purple了 就是这个brown to purple 本来是brown to purple color的 make sense 我们就跳 它也是redox reaction来的 这个我就gabbing重复讲过 非常简单 应该看得出 这个Cl0本来是0 它oxidation number 而这个Cl叻 它是Ion idol 它是减义来的 它是反过来哦 OK 还好看到了 英文版本写错 OK 这是0 这是减义哦 它不是oxidation 它是reduction 0需要减义 因为它的oxidation它们从0变减义 所以它是reduction 相反的另一个咧 是oxidation 没有错啦 因为它是看I 这个I本来是减义 现在变成0了 oxidation number 如果你忘记了 你要跟我讲 怎么样算那个numbo block 所以numbo block 增加的话 它就是oxidation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也跟你讲 我将去找它的 那个agent 本写难 还有agent 本oxidat 只要进行reduction 或者是进行本写难 这个东西叫做 agent 本oxidat 对吧 Oxidizing agent Oxidizing agent Agent 不oxidat 相反的 另一个咧 它进行oxidation 它就叫reduction agent 或者是叫agent 本写难 这个我们就不讲 也不想啊 这个我们跳跳跳 OK OK 说现在 啊 终于到1.2了 来来来来来 1.2 有点长啊 看看啊 OK 这里咧 呃 我讲重点啊 怎么那么长 OK 这边的话 要配definity 你看到highlight的字 就是重点啊 OK standard electric potential OK 奥巴亚 Electropery DWFG 到底什么意思呢 它是一个无固乱 一种measurement来的 of individual potential of a reversible electrode at standard states with ions 哇 with the ions at an effective concentration so one more per dm3 at a pressure of one at the end 哇 很乱哦 OK 总的来讲 Standard electric potential 它是一个电压来的 你可以这么想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电压 potential是电压来的 OK 好像我们的battery 我们的battery 呃 如果你注意看啊 battery上面它会写的1.5V 啊 这个东西 叫做potential 我们叫做potential difference 啊 OK 叫做 Electropery Baser-Kerobaya Potential difference 啊 这边 potential difference Baser-Kerobaya 或者是叫Votan 也是可以 不过这个physic 是你们会读到的 一样的东西来的 你要有电压 你才会有电流 你要有battery才会有电嘛 所以你要有电压 你才会有电流 所以这个只是普通的电压罢了 OK So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一边啊 其实我们前面那一面哦 也特别mention about 这个东西了 这个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standard electric potential Baser-Kerobaya Electropery 到底它们告诉你什么东西啊 就是讲如果 一个mol的potcium 变成一个mol的Kerobaya 还有一个mol的Electropery 出来的话 它会产生 减2.92V的电压 就是这样的意思 它比一个battery还要厉害 battery才1.5 这个2.9 OK 它只是普通电压罢了 你只要背它的definity 它特别强调mention about 它只能够one more per the mq at the pressure of one at the m 因为它有standard 它有一个standard这个字嘛 所以它要make sure 如果你有液体的话 我就fix在 1mol per dmq的concentration 有压力的话 我们就放1 at m 就好像我们做那个什么啊 我们做 form4 chapter3的时候 我们做那个molar volume 如果你有印象有22.4 还有24dmq per mol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它也是standard了的吗 你只能够room temperature 或者是你只能够standard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stp 它们fix完了的 不然的话就全部都乱到完 你这你不用管 那你就费 给收 嗯 很跳啊 我看哪里重要啊 你看这些很乱的 matter with a lower e-note barrier 所以等一下我会解释给你听 所以这个不要管它 这非常简单的 这非常简单的 OK 所以 OK 所以我们看啊 这个 standard hydrogen electrons OK Elektrod hydrogen biay digunakan sebagai biay untuk mengukur dan membanting nilai g upayaan electron cell satengar It is used as a standard to measure and compare the electron potential of other half cell OK 这个是 为什么我们会有hydrogen啊 它的原因很简单 就好像我们 我们form form 4 第三课有学过的 我们量重量的时候 对吧 你要量这个atom有多重很难 但是你可以量 到底 这一个atom 比如说 atom a 它会比 atom h 重多少倍 来决定它的重量 对吧 我要有一个 一个standard 我要有一个 共同的一起 对比的对象 OK 本来我们是用hydrogen 来对比重量的嘛 过后就觉得hydrogen它是gas 然后很难 handle 最后就决定了用carbon 我们最后决定了用carbon 12分之1个carbon的重量 来去对比 这个是 后面来决定了 我们要有一个对比 所以这个电呢 电压也是要有对比 你单单一个东西罢了 它不会产生电的 你一定要有一个丢一个收 它才会有电 对吗 你bac3也要有加跟减吗 你只是加罢了哪里会跑 所以 它会跟什么东西对比 它跟hydrogen来对比 来量出来的这个votan 所以我们会 是 是 是